台灣腎臟科醫生洪永祥日前分享 有個65歲的婦人幻想大腸癌 由於她不喜歡吃蔬果 主請醫生就建議她嘗試黑白木耳 黑木耳多數是入菜使用 煮白木耳湯就可以當作飯後甜點 之後婦人的腸道大幅改善 體重和膽固醇也下降了 洪永祥說 黑白木耳是現代人的飲食解藥 不單止熱量低 還有豐富的腺食纖維和維他命 黑木耳的含鐵量相當高 是豬肝的五倍之多 而白木耳對於膽固醇 延緩血糖上升 預防便秘就相當有效 還可以增加人體的免疫力 好處多多